第一千零三十集 故土 段天德反应了一会儿 是上都城还是德镇 他是德镇出身的 若说故土 德镇才算是故土 可是不管是德镇 还是上都城 那都不是什么拥有愉快记忆的地方 故土 他最不想回的 怕就是故土了 君沐熙想了想 点点头 你说的也是 那便随本王一起走吧 不管去哪 你就这样带着他一直走 走到可以 停下来的地方便葬了 本王守着 总不会让他孤独就是 这是我欠他的 段天德听到这里 面上泛起苦涩 你不欠他 是你成全了他 他这一生最快乐的时刻 怕就是为你挡了那一枪石 你将他揭在怀里 他看向君沐熙 很认真地问 四殿下 如果惊鸿还活着 你会娶他吗 君沐熙沉默 他没想到段天德突然问了这么个问题 段天德笑了 自顾地道 不会的 同秦四皇子 何等仙荣 怎么可能娶了我的惊鸿呢 可是我的惊鸿 曾经也是那么骄傲 最后 却落得这般地步 他们告诉我 说他自愿求死 他在你面前抬不起头来 可是我知道 他倾慕于你 因为他把命都给了你 只是发现这份倾慕时 已经不配说出口了 你却连哄都不想哄他一回 骗都不会骗他一次 四殿下 他人已经死了 你哄哄他又能如何呢 人又不会活过来缠上你 他往脸上磨砺吧 我们惊鸿 真可怜呐 坐在车上的人看看他 半晌摇头 本王何苦要骗他 即使人已经死去 本王也不会骗他半句 如果他还活着 如果他愿意 我会娶他 且只娶他一人 马车走了 段天德站在原地 没有再跟上去 只是站在原地 看着马车缓缓走远 口中又念叨了几声 惊鸿 惊鸿啊 蹲下来 失声痛哭 好像人生又回到了十几年前 儿女还在 妻子还在 每天一家人坐在一个桌上吃饭 他把夜柔最爱吃的菜都夹给他 他告诉惊鸿不可以挑食 青菜也要多吃 会长漂亮 也告诉儿子饭要多吃一碗 男孩子多吃饭才能长得高 夜柔那时候就有点不大对劲 经常发呆 经常告诉一双儿女 无事之时多陪陪父亲 每每二人亲热 夜柔总是神情恍惚 还问过好几次 如果我不在了 你还会不会记得我 还会不会记得我们的孩子 如果我们仨都不在你身边了 你的日子会成什么样 段福会续闲吗 会有小妾吗 你会不会很快就把我们仨都忘了 会不会很快就会有其他孩子 他那时不懂 还笑话夜柔是不相信他 也不相信自己 他对夜柔说 你是我最最心爱的女人 惊鸿和浩辰 是我最最疼爱的儿女 除了你 我不会再娶任何人 更不会让任何人再给我生孩子 我想要更多的儿女 你就给我生 生得像你最好 你漂亮 夜柔有几次就哭了 她慌着问她为何哭 她却只是摇头 并不说原因 直到有一天 宫里的人找上门来 那个在当时 全世滔天的太后向她施压 以断世全族人的性命 威胁她放手 放开自己的妻子和儿女 把他们拱手送进文国公府 送进白星岩的怀抱 断天德蹲在地上 就想 如果当初自己能不惧太后 事情会不会就是另外一种结局 她神情有些恍惚 迷迷糊糊的 好像一切真的重新来过了 又回到了被人威胁的那一天 她不再屈服 而是当时就斩杀了来传话的工人 她把夜柔和儿女都藏在府里 告诉他们她死都不会放手 夜柔哭着让她不要做傻事 她就大声地告诉她 我若是从了 那才是做了天大的傻事 我若是从了 你以后就得伺候另一个男人 我的一双儿女就会改姓白 他们也不会有好下场 特别是我们惊鸿 将一生凄苦 幻觉跟现实似乎重合了 她在幻觉中 给夜柔讲了两个孩子的一生 讲了文国公府的一生 也讲了自己和她的一生 夜柔听得心惊 一遍遍地告诉她 这都是假的 是她的幻想 还说以后金红是要做皇后的 等金红做到了皇后的位置 一切就都会好起来 就会重新认她这个父亲 她都听笑了 怎么可能 一国之母 堂堂东秦皇后 怎么可能再认一个父亲 她开始反抗夜太后 反抗夜家和郭家 她带着私兵跟郭家的兵 打了一仗 可惜她打输了 她眼瞅着郭问天冲进段府 把夜柔和两个孩子都抢了出来 她眼瞅着郭问天一声号令 段家族人一夜之间 被杀了个干干净净 她听到孩子们在哭 听到金红在叫着父亲救救她 她不要去别人家 可是她被人绑住了 刀架在脖子上 眼睁睁地看着妻子儿女被带走 她看到郭问天在笑 看到夜家人在笑 然后就在那些人的笑声中 架在脖子上的刀动了 她的视线倾斜 从天落地 知道什么都再看不见 世界一片黑暗 思绪终于又拉了回来 段天德恍然 原来不管当初如何选择 最后的结局都是一样的 她始终对抗不了郭家和夜家 也始终对抗不了太后 想当年苏家都是毁在太后手里 连四皇子都没能保住自己的未婚妻 她段天德又怎么可能绝地逢生 不管走的是哪一条路 终点都是一样的 她留不住自己的儿女 人就一直蹲在地上 一动不动 身后不远处 墨宇和冬天雪也默默地站着 就远距离地盯着段天德 可是盯了很久都没见 段天德再有一点动作 连起初哭泣时颤动的肩膀 都停了下来 如此大约半个多时辰 墨宇说 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啊 她是不是睡着了 冬天雪拉了她一把 咱们过去看看 二人跑上前 推了一下段天德 人从蹲着变成倒着 不是睡着了 而是死了 墨宇看愣了 怎 怎么死的 她是不是提前服毒了 冬天雪上前眼看 稽儿摇头 没有服毒 是猝死 应该是悲伤过度吧 没想到德政段家 到最后竟是这样的下场 她又想起些事来 对了 之前段天德不是带着亲信 和段家嫡系血脉 一起来的戈部吗 那些人呢 有没有下落 墨宇点头 嗯 有下落 都死了 从淳于傲把白金红 弄到宫里做金红夫人时 就一个一个都杀了 倒是那些私兵留了下来 送到戈部大营去冲军了 冬天雪深吸了一口气 很是感慨 剩下的段家人 已经被接进了上都城 放到了皇家的眼皮子底下看管 他们要是拾去 也能安安稳稳地活 但要是再有异心 冬天也留不得他们 这段家真是造孽 也真是一步错步步错 但说起来 好像也不知道 究竟是从哪一步开始错起的 想怨也不知道该怨谁 这或许就是家族的命数吧 跟人的命运一样 有人命好 有人命呢 说吧 低头去看段天德的尸体 叹气 正好有他的马车 咱们把尸体运回去吧 好歹是白大小姐的生父 不冲别的 就冲着白大小姐最后的攻击 也值得把她好好葬了 二人运送段天德尸体回城 彼时 白赫然就坐在凤香城的城楼上 朝着君母夕离开的方向 远远望着 只是早就望不到人影了 她只是不愿意离开 巴望着人能再掉头回来 可惜人没回 也不知道去向何处 突然就有一种感觉 她可能再也见不到那位死哥了 那个出尘脱繁 一昧飘飘的四皇子 自此 就要终结在她的生命中 她再也看不到 她手摇折扇的样子 再也看不到 她温和儒雅的声音 就连她眼中透出的 那股子浓烈的悲伤 她都再感受不到 曾经她请她来胳膊帮她 是想让她脱离 俗话晚的阴影 重新投入新的生活 却没想到兜兜转转 又掉进了另外一个坑里 这或许就是老天爷刻意的安排 这或许就是那人的命 逆天改命 说得痛快 谁又真改得了 她转身 随手一把石子扔到地上 简简单单七枚挂子 告诉她一个事实 天人不归 天人不归 自此不见 她有些恍惚 从前温言就说过 这世上有万千种道 有人以茶入道 有人以阴入道 还有人以碑入道 若有一天她能再遇温言 定要问问她 若是真有以碑入道者 这位四殿下算不算是其中一个 次日 凤交大营 国军点兵 割部兵权从来都是握在国军一人手里 打从淳于傲登基开始 她就没有把兵权外放过 所以白鹤染从淳于傲手里将军卫接过来 兵权就也一起握到了手中 可是握了兵权却不代表军中将士就能听她的话 又或者将士能听她的话 但心里却是不服气的 握得住兵权却握不住人心 这是没什么用的 凤交大营是割部将士最集中的一处大营 当初淳于傲为了防止兵权流失 也为了保证凤湘城的绝对安全 将最重的兵力都集中在此处 其余各城池虽也有兵力加持 但也仅在能够维持城池基本保护的程度而已 白鹤染登基那晚 要不是有镇备将军挥军直下 他这个女军也没有那么好当 不过这些问题 君木林早都替他打算好 镇备将军的兵 也是君木林亲自调派过来的 他不得不承认 在调兵潜将以及兵力部署上 君木林要比他成熟得多 可是君木林不可能一辈子都留在戈部 为他服务 有些东西他总归是要自己面对的 这凤交大营里的三十万大军 若想收尾己用 也得凭他自己的本事 三十万大军站到一处十分壮观 白鹤染站在迎前高台上 纵观眼前密密麻麻的人群 说不紧张是假的 可若说十分紧张 那也不至于 各位听友哥哥姐姐们大家好 我是主播明灵 我这次的角色叫白浩轩 是一个小朋友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 多多给我留言支持我 谢谢大家啦 感谢大家